一千米準備 外南位置就是龜兔競跑 中間黃眼罩紅運複星 在外面的位置還有一堡 中間黑衣黑帽還有安德典 後些才有飛躍之驅的馬 鬥到最後三百多米 前面透出的馬 見到外南位置有龜兔競跑 中間紅運複星 在第二位 在入面位置還有牛精巨星 後多少個馬匹 還見到外南位置時來威龍 鬥到最後一百 龜兔競跑已經脫穎而出 贏了幾個馬位 第二名是時來威龍 飛躍之驅 結果就以外南的馬 全部都好像很著數 結果這隻龜兔競跑 都大勝對手以一個很輕鬆的姿態 贏了馬 時來威龍跑第二 飛躍之驅第三 安德典和紅運複星拍照相差第四 競跑 這裏十八元勝出 但是那隻腳就比較冷 時來威龍四十三倍的冷馬 Janny好棒 飛躍之驅第三 第四 都很接近 看是岸還是這隻熊運 好像在旁邊 兩隻都很接近 好像是 不知道 不知道 不明白 按德典被熊運複星 十八元贏了沒有 因為那隻熊運複星 兩方面都不足夠 我想今場賽事 一三四名都 很多朋友都有 第二那隻 好 出閘了 看一看 見到這隻 魚豐又搶 魚豐又快一點 但回到來是沒有的 牛禎巨星的停救 魚豐快 龜兔勁跑 只要你們快 我咬回一條欄 一補 今天就不漏了 都看空上 嘗試看空 看看騎下去 有多少都不多 按得好 怎麼看 對 這裡已經半程 騎緊 很辛苦 早段也不算快 很辛苦 早段也不算快 不知為何 今天 我經常都說 那隻一步會不會被蓋掉 就跑線 他好像一跟起來 就不是很 很順 不是太多 是失望的 魚豐真的有問題 忙不停忙 塑料型 今天沒得追 沒得追著 是 再扣著回來 龜兔 扣著回來的 這隻龜兔 第三場賽事 復榜完畢 派載正式作實 跑第一名 11號龜兔勁跑 獨行派18元 為自派11元 跑第二名 4號時來威龍 為自派73元